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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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身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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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鼎礼 开祥大和尚 诸位法师 诸位上师慈悲 加持法会 好 请放长 大家阿弥陀佛 所以 刚刚我看到外面有很多上师慈悲 早就来了 请他们在那边加持我们 那来到竹林寺 刚刚看到一个旧的牌子 所以观音的慈悲 我想 来到竹林寺看到观音菩萨 那我就保持正念 因为慈悲是我们生命的精髓 慈悲才是我们的快乐 所以刚刚我们开祥大和尚 讲了三个字 慈悲王 我不知道在讲谁 可能在讲各位 当然我也认为 用慈悲做我们的国王 来统领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是贪嗔痴的 正常的 但是如何学观音菩萨的这种 自在的智慧 所生起的平等的大悲 然后呢 引领了我们的生命 也来引导 别人的生命 帮我父母祖先 大家走入慈悲之道 所以我觉得 像我这个人 以前还没学佛 我是一个喜欢挑战 挑战就是 很喜欢赌博 很喜欢搞大的 一直很喜欢去 征服外债 所以可能输了很多钱 可能事业做到 压力很痛苦 但是会觉得说 这就是生命嘛 就像很喜欢去看电影 看那个打仗的 打得半死 最后被打死的 然后就觉得 这个电影好看 所以后来我认识佛法以后 我在说 哇 太伟大 这个佛教是来自于 对自己挑战的 而且臣服在慈悲之下 所以我常说 我的生命 是从慈悲 找到生命的出口 不然我们生命很痛苦 过得很痛苦 所以也不知道 活着是为什么 虽然很努力 但是搞错方向 所以我在家 本来就脾气不好 因为这个脾气不好 是我们家贡业 又不是光国不好 因为我爸爸会骂人 我又讲了坏话 我只要跟他吃饭 他就从头骂到尾 而且讲的话 我都听不懂 因为他骂日本话 我就听到一句 我就听得懂这一句 所以我从小对日文就很排斥 因为我被日文骂长大的 因为我的父亲 什么都要求到圆满 最圆满 一百分还不够 一百分只是考试 你又没做人一百分 所以就觉得压力很大 当然这是家庭教育 造成个性上 喜欢挑战压力 但是当然生命就会很苦 后来才知道 哇 修行慈悲才是最大的压力 特别看到佛经里面 什么叫菩萨道 不舍强 不舍弃众生 不能舍弃 不能舍弃坏人 不能舍弃 懈怠的人 不能舍弃 娇慢的人 不能舍弃 邪知邪见的人 你舍弃他 极为魔业 不是菩萨 偏偏我们就很讨厌这些人 又不能生气 又不能放弃他 所以华印经里面有说 菩萨有恶法 降伏魔业 第一个 观诸法必尽空 各位我们天天念心经 我们就不能让自己觉得 一切存在是真实存在的 想要抓住他 就像女人谈感情 就想要抓住他 因为不了解空 如幻如画的意思 男人可能好名好利 那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想法 所以观诸法必尽空 也叫必尽平等 所以没什么好分别的 这样你才不会琢磨 所以我们内心往往有一些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有分别性 就没有空性 所以金刚经说来 因无所住 而生起心 所以无所住 那就是因为你知道 云就是水 水就是冰 男人等于女人 好等于坏 健康等于生病 黑暗等于白天 因为离开黑暗没有白天 离开痛苦没有快乐 所以一切诸法都是互相为缘起 离开对方没有自己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希望内心清静 那我们不能有分别 当然我这个讲是理论 我还没做到 但是理论告诉我们是如此了 所以 那这一条比较难做 这个要有很大的福报 消夜章 清静善知识 累积的修行 这个叫佛陀的智慧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了 就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那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当然这个是代表一种 我们要追求佛的智慧 观自在的智慧 那首先你不能离开别人 喜欢的跟讨厌的 你要平等心的去对待它 当然我们凡夫嘛 我们就很喜欢抓到自己 喜欢的 所以这个叫贪 贪不见得说你贪才贪 就是你喜欢某一样 那这个就是贪 你不喜欢某一样 这个就是撑 那为什么会喜欢不喜欢 因为你没有空性 你觉得被它这个感觉 这个像抓住了 那你就会在喜欢跟讨厌里面 那这个心态就会让你造业 这个心态就会让你四大四条 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那我想我们修行要知道 这是根本 这是根本 修行的根本就是我们要解脱 如果没有解脱 没有出离生死 我们干嘛来修行 所以我想来观音室 就是要来求观音菩萨加持 要离开痛苦 由自己离开痛苦 进一步能够念一下 救苦救难 帮助众生 离开痛苦 那你就要变成一种慈悲 那慈悲你就不能讨厌 任何一个事情 一切随缘 那今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 刚刚我们开箱大学上 特别提醒了 今天是冬至 冬至在我们佛教是什么节 念一下 幽民节 就是拜祖先的了 因为冬天到了 所以在台湾 家家户户都在拜祖先 所以刚刚我各位看到 外面做一点小小的 私事严供 各位刚刚也做甘露私事 要事严供 当然等一下我们还要 为这些父母祖先 幽民众生 我很喜欢 这些接近这些鬼道 不是我不怕鬼 而是因为接近鬼道 让我比较容易慈悲 而且让我比较容易修空性 因为怕 怕就是 一种怕自己受伤害 就是我执 执着我 我会配这个鬼伤害 因为我们有这个怕 也代表没有 有分别心 我常讲 一只蟑螂死在你床下 你都不会怕 但是好像一个看不见的人 就是说有鬼 你又怕得要死 所以这个有分别心 所以你要普度众生 你必须有空性 不然你会有分别心 我喜欢天堂 不喜欢地狱 我喜欢快乐 不喜欢痛苦 那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 所以一个菩萨要有资格 那就是说我们要超越 超越这些外向 境界好或坏 对我们来讲 六道都是平等的 众生都可以成佛的 所以 我们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特别这些老祖先 特别要孝顺 佛教的理论 孝顺不是光现实 爸爸妈妈 其实父母历代祖先 都是我们孝顺的对象 在奉王经 菩萨界告诉我们 念一下 孝顺名为界 这才是菩萨的戒律 孝顺什么 念一下 孝顺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助缘 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生命能够存在的 这些都是父母 所以感恩大地 感谢六道众生 所以我们要去 原来我们要去孝顺众生 这个才符合菩萨的心态 但是你必须要从孝顺 自己的父母祖先开始做起 所以我常常提醒各位 祖先一定要超度 所以我刚刚知道说 法会完我们这边还要办 念佛 佛七 各位好好来念 来念七天 念佛修行不要为了自己 为了孝顺 所以很多菩萨很喜欢读地藏经 土门品 我都建议他 你要放一些牌位相片 在面前好好念 因为你有一个对境 就像一个妈妈 没有婴儿 她怎么爱众生 所以菩萨你永远不能离开众生的苦 你离开众生的苦 你就没有悲心 所以不管在做什么 你要面对众生的苦 我想要在急诊室念阿弥陀佛 跟你在佛堂念阿弥陀佛 那是两回事的 因为在那边是大悲心 马上要把佛的力量帮助对方 那你更要祈求佛的加持 佛加持我 我能力不够啊 对不对 但是我想要帮助他 那这是我个人的修行方法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 只是在那种状态 你比较懂得去爱 就像我以前 我这辈子唯一最感恩的经验 是我有结过婚 我有生过小孩 因为如果我没有结过婚 生过小孩 那对我来讲 我就不知道 我都认为我很爱啊 结果生了小孩才知道 很难爱 我这个心里好痛 这种痛的感觉 我原来爱他会痛 会痛 因为我跟我太太在一起过去 我都不会痛 都她在痛 因为她爱我 所以她会痛 我不太痛 所以我出家以后 我觉得蛮快乐的出家 她就换她天天痛 但是我离开我儿子 我想到他我就会痛 我就会哭 我会偷哭 我心里很痛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 对我非常好 我想到我爸爸妈妈在生病 我会痛 我想到我儿子在生病 我会痛 那我们修慈悲心 就像各位念 观音菩萨 念 你念 观音菩萨就痛 为什么 有众生在受苦 他念头很痛苦 所以你赶快 那观音菩萨就马上来帮助你 闻生就苦 圆满外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开始 特别是今天是游民节冬至 大家在庆祝 那时候我们要去想那些 孤苦无依的 看得见的乃至看不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台北 他们就送很多老人衣服 现在台北温度降到十度以下 买了很多睡袋 买了很多衣服 我们在欧美地区都有办慈悲协会 我就把名字叫慈悲 这样就好 他们就去送衣服 面包 用具 我想时代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修行的方法 你不可能在欧美地区 我们来念普门品 但是他们的慈悲 就是直接去安慰他们 帮助他们 因为这样以后 他心里才不会痛 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面识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受苦 你心里不会痛 那我们就要惭愧 我怎么对他没有悲心 因为这个人可能将来害过我 过去害过我 坏人应该如此 完蛋了 因为你这样 因为失去慈悲 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危机 对你的敌人 不忍辱 不慈悲 也是你生命最大的危机 那各位要把这个当作戒律 所以刚才讲 孝顺名为戒 我们不可能舍弃爸爸妈妈的 我们不可能去讨厌对方的 因为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恩 怎么说 我们都说不完 比山高 比水深 所以爸爸妈妈现在已经失智了 胡说八道了 到处大小便在你家 你都不会舍弃他 只是我们现在还有分别 所以为什么要正的空性 有空性你就没分别 敌人 杀死你儿子的敌人 再失智 你也会帮他 因为对你来讲 跟佛陀说的 我去看提婆达多生病 跟我看我的独生子 罗佛的生病 是一样平等的 如果我用这样的心 去看生病的提婆达多 因为提婆达多是害佛陀的 佛陀他的提婆达多 病一定会好 所以大家说真的吗 佛陀就是如此吗 所以大家跟着佛陀 去看提婆达多 结果佛陀看完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病就好了 大家就证明了 佛陀讲的没错 佛陀对害他的 跟最爱的是平等的 那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修行的 所以修行不是光看经典 经典是给我们一个加持理论 就是当我们面对到 这些境界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保持这样 以慈悲做你的国王 所以以后我们自己 叫慈悲王子好了 慈悲王就复活我们 我们是做佛的儿子 怎么样来 臣服以慈悲 礼尽空性 那这样 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走错路 这是最重要 好 那各位看到前面 是供养恩庄严 那你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 然后以后你只要看到 佛像要读佛经 马上观想供养 而且对整个世界 所以我想修行刚刚讲 激发我们的一个心态 一个热忱的心 一个信心 一个欢喜心 所以就像各位能够很欢喜 要去做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就像你中奖一样 中了头奖一样 你要随时保持这种状态 一种状态 所以在杯子 香花登图果 茶食宝珠义 为父母众生 供养三宝 三宝加持 众生离苦 不空模拟 你要观想你 现在站在三十楼 然后手上拿了一百超的 一点洪洒下去 全部人都跑出来 比较新加坡没什么人的 全部出来要强这些 你要这样观想 让你心在一种 有力量的 帮助众生的 感觉到众生的快乐的 感觉到诸佛的快乐的 千万不要把佛像当作佛像 佛像是真实的存在 在你心里面 然后要让自己提升起来 我为什么最近要强调 因为现代人 看到人都不快乐 只有手机打开才快乐 吸引他的心 然后看到佛经 睡觉 现在的心已经跑掉了 被磨 以后开个iPhone 都在你家 不舍然睡觉 那这样完蛋了 心已经散乱掉了 那这样我们做早课 这么早 好累哦 已经没有兴趣了 所以我自己要求我自己 刚开始学佛什么心态 我以前 我们的寺庙在我公司十分钟 我每天都在那边等着做晚课 因为他们四点半做晚课 我从中午要去唱 我去唱 好快乐 我只要唱就很快乐 到了晚上我还不回家 我等着他们敲钟 寒山众生我要去听 我老婆说 你干脆去睡在寺庙 早就想了 不好意思说 我就可以四点半在那边 因为那个时候 只有那个时候快乐 回到家里 到公司就 压力又来了 那个时候叫出离心 那个时候因为 燕离世间 但这个不是佛法的经养 佛法的经养是 你要去爱众生 对不对 你要去接触他 你要去让他觉得很快乐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就差一点没跳在这边跳舞 就怕各位打瞌睡而已 因为心里跑掉了 跑掉了 觉得没什么兴趣 我们讲课的人 就怕别人听到在看手表 什么时候下课 你还讲 就是一个人讲话很无聊 对方很痛苦了解吗 五分钟可以讲完了 他一定要讲半个钟头 还不是听五分钟都OK了 所以各位 你要随时保持那种 新鲜的状态 让你老公觉得 今天才结婚 这样而已 因为你要保持那种状态 要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对不对 我想每个人刚学佛 哇快乐 拜啊拜啊 苦啊 没关系啊 对不对 只要能够 法喜充满 结果佛越学越久 佛离越来越远 因为佛已经离开你的心了 什么是佛的心 就是大慈悲心 对不对 我要救众生 为众生我要成佛 所以我在做供养 所以我在送地藏经 所以我在念大悲众 要这样 要激愤 所以明天早上 各位啊 如果真的激愤 明天三点半 这边集合啊 准备排队 做早课 对不对 现在叫末法 早课 怎么都还没morning call 还在睡 就变成这样 已经很厌烦了 所以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那叫末法 那叫要详尽办法了 最后一定要让自己 恢复到那个原点 原点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生命的意义在解脱 在更帮助众生解脱 这个叫怨 所以菩萨不退转 随时保持在这种怨力的状态 越难度的 越跟 更该接求它 越痛苦的 越要去接触它 那下 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就是很困难 但是会让你觉得 有挑战 就像我刚刚讲 我在家很 被压力长到了 喜欢去追求压力 那现在从大乘佛教里面 这才伟大 整个地球 就是你要 你要进化的 所有众生是你要进化的 你不能舍弃任何一个 所以念一下 来 最后成佛 对对对 所有众生都成佛了 才轮到你 所以你这样才拼命 爬上一场层 一百层 又跑下来 又扛一个老的 再爬上去 那再下来 再爬上去 因为成佛目的 就是为了下来的 下来你 可以从地下室 再把一个老人 又拿上去 然后你又下来 但是你不能累 你不能退转 所以不能休息 一休息就掉下去 各位主要 中国人讲 不进则退 休息不能停在一个点 不能 今天你没有地方慈悲 你要去找地方 给你慈悲 这样 你要自己去找 就像一个女孩子 老公没回来 睡不着觉 要去找 她在哪里 要找到 找到那个点 我要保持慈悲心 如何圆满慈悲 那就是不能有我 不能有分别心 所以你一定要正的空性 不然你没办法圆满慈悲 没办法圆满慈悲 你就没办法圆满菩提 所以你要把万法的真实相看清楚 看清楚真相 里面根本就是虚幻的 分析清楚 你就不会执着 不能卡在那个点 所以我想各位 你打坐的时候 脚很酸很酸 或是你生病的时候 很痛很痛 你把它分析到点 那根本 这个痛只是一个感受 一个感觉 它不是永恒的 最痛也不过死 这样而已 死了又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你要保持那种 活络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卡到那一点 那你就不能往前面前进了 这个叫烦恼脏 对不对 脏住你 脏住你不能去帮助种子 所以你越想要帮助种子 你不能够停止 要保持这种状态 这种精进的状态 那精进状态不是乱 精进是因无所住 而生起大悲心 保持在这种不执着 然后却很努力的 站在世界上 无所求的去拼命 这样就好了 然后对每一件事都是如此 因为各位不是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 更是要忙世间的事情 忙一大堆 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拿来做 精进的助援 所以大乘佛教有一个 很多人说 修小乘佛教比较容易解脱 三辈子正安罗汉 那是大乘佛教 更容易圆满之粮 为什么 当你慈悲帮助众生 有这个福德力的时候 福报很大 所以做事很顺 当你对三宝很虔诚的时候 这个愿力 那三宝就24小时在加持你 所以你很容易成就 再来 修大乘佛教 任何时间 碰到人事物上厕所生病 都是一种菩提心的助援 因为万法都可以 都可以去思维他的空性 万法都可以成为 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 你上个厕所都可以当运众生 去贪嗔痴 捐除罪 很多的说话 做每一个动作都成为菩提的质量 所以你每一天 只要起心动念 都成为一个成佛的因 一个慈悲的因 所以善用这些 所以各位 你要每天接触很多复杂的事情 接触很多不一样的状态 你不要觉得很讨厌 很懒惰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每天可以修广大的 菩提心的资粮 再来 可以不断地 将这个善根回向给众生 而且可以不断地发怨 各位 你只要看到一个状况 你就用这个来发怨 我看到一个老人 当愿所有老人 当愿所有老人得到我的功德 当愿所有老人都离苦得乐 而且所做的任何一个功德 可以回向整个世界 回向法界以后 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资粮愿力 所以我们能够激听慈悲的观音菩萨 修这个大乘佛教 每天 爱惜每一刻 各位要做到舍不得睡觉 而不是守不得关掉手机 要随时保持在那种状态 生命好宝贵 所以一定要把它充分地使用 因为无偿随时会来 死亡随时会到 像我现在六十岁了 六十岁就可以中风了 可以老了 报纸的时候 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我怎么六十吗 老人 他是随时在属于后半段的状态 所以对我来讲思维死亡 这是应该做的 思维老化 拿个拐杖 做个轮椅 下回 我们开箱 大和上海盗法师团 推轮椅 进大殿 三四个人把我抬起来 大家好 这些我都准备好了 所以因为我现在要精进一点 各位你要修这个 所以我从小 我从小看到老人 我就心情不好 然后我就认为我会老 所以我观念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看到小孩在哭 我就心情很不好 生也苦 老也苦 这个生命真痛苦 所以你叫我去追求世间的快乐 就觉得没兴趣 所以只是因缘不具足 那个时候如果有出家人 带我去修行 我早就冲了 就是没有那个因缘 但是至少这个记忆很深 就看到这个 那现在换到自己 要老了 要老了 那各位要有这个 你要不是逃避他 修行不要逃避他 每个人都会老 都会病 都会死 但是我问各位 准备好了没有 你说还没有 我现在才四十多 还没有吧 那你要准备好 因为这个一不小心 所以这个无常 并不是说时间多久 而是你当下就可以知道 变化叫体悟无常 当下一切都是不稳定的 叫无常 当下一切都是 没办法掌控的叫无我 没有自主性永恒性的 一切都是如此 一切都是一个 一个这种刹那的 虚的 假的存在 那你要一直习惯这个 很多人说 我习惯看到他 我习惯到哪里 我习惯睡那个床 你干脆把床带着走 那你就没办法修行 你要习惯变化 习惯接受这些 那你要超越 就像各位坐在这边 有点热 有点闷 你要习惯 管他的 我现在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重要 现在这个也不是得爱症 不是生病 不过是一点点温度而已 对不对 外面不更热吗 对不对 那是 这个就是个修行的住缘 但是你要超越它 你不能被它卡住 当你一认就很烦 烦 对不对 当你一生病 就很烦 那时候你心又乱掉了 所以各位你要 所以我们修行 故意要面对这个苦 比较容易修行 从苦里面 你会找到你的心态 从苦里面 你去同情别人的心态 那你看那个火山地狱 那个大元热地狱 哇 那些众生多苦啊 那个咽口鬼 哇 那个多苦啊 所以你可以借用任何一个 现在冷气很凉 哎呦 那个寒冰多苦啊 对不对 那你要一直 一直训练你自己 让自己把万事万物 成为成佛的资粮 你要一直这样去 练习 让自己保持在那种状态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 然后你再来看佛经 非常好 为什么 佛经是调整你心态的 你符符符合空性 你符符符符合菩提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看佛经 多听善知识的教法 它是在调整你的心态 而且你要抓住它 你不能说 听就归听 跟你没关系 那最可怜哦 佛法没入心 没入心就不能产生功德 在外表上你可能 点了很多香 放生放了几百万 那是好像都没用 对你没用 那只是基点福报 你也没办法超度父母 因为你没有发出 真正的一个心态 这个法的力量不够 所以真正的修行 他有这个法力可以帮你 那你要把 所以一个人要让别人感受到 你们法力无边 因为你刚做完放生 谁看到你都会长寿健康 像那个鱼在快乐一样 你光做完药师烟供 念完药师经 那谁看到你病的少一半 因为你身上有药师佛的力量 你不能说师父 我药师经已经念一千遍了 看到你就生病了 你念一千遍 你感受 我感受不了 你身上有药师佛的力量 师父我阿弥陀佛念一百万遍了 我看你样子 一点都不想去极乐世界 因为你没有厌离心 你没有那种活在极乐世界的快乐 超度众生 是你要把在极乐世界那种心态 传达给对方 超度是超过原文字的 是因为你在念诵 阿弥陀佛经活往生咒的时候 真实让他断除烦恼我之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 他就要到那一远去 引导他去 特别各位你在超度堕胎胎儿 是让你的胎儿感受到 妈妈爸爸对他的疼爱 对他的亏欠跟忏悔 他知道 过去妈妈错了 现在妈妈爱你爱得不得了 妈妈要想尽办法对你好 这个小孩子就快乐了 快乐了就超度了 而不是说 我帮你念三部地藏经 你赶快去哦 不要让我肚子痛 那小朋友说 你赶我走 因为他感受不了 你对他的爱关怀 所以我想各位你身上有病 就有业力 可能有载主 那这个业力你要忏悔 对不起我让你生病 我自己四大不调 生活不规律 吃东西太油 所以我让你心脏乱跳 让这个水沟不清 血液浓 而且这里面也有余英勤在主 哎呀 对不起你 我不了解你那么痛 所以你要跟他忏悔 想尽办法要让他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很重要 就像你太太在生气 来我帮你念一部地藏经 你不要生气了 把他拔下去 想起 我阿伯要死 那你要表达你对他的亏欠 老婆对不起 太晚回家了 送那朵花 明天带你去看电影 那就超多了 送地藏经 你自己去念 意思是说你要把地藏经的精神 表现在你的态度 这样对了 然后让对方感受到这种爱 所以他很快乐 所以一文解 解义三世佛言 你不懂的这方面 你念浦门品 还脾气那么不好 你还念浦门品 这个哪里 浦门 人家是地狱门 对不对 浦门是打开一切 接受一切 叫浦门 但是你的心态没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看看医生 我所谓看看善知识 哦 你的心态哪里有问题 你念佛的动机是怎么样 所以那天有个菩萨说 师父 我金刚萨多念一百万遍哦 绘花给一百万 还长这个那个脸 因为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一个 持咒的方法 持咒是一种 我要消业障 很自私 那你 持咒是我对不起众生 站在大乘是我对不起众生 我要向众生忏悔 我就要过去我对不起的众生的痛苦 能够消除掉 所以我念这个忏悔咒 来向众生忏悔 愿众生的苦 就像你对不起人家 对不起人家 偷人家十块 现在要拿一百块来还人家 所以站在大乘是因为 众生没离苦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要来念金刚萨多 这样 而不是说 我们参加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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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参加萨多 是你越念越脾气不好 有所求 所以我想心态 我们做供养的目的是一种全然的奉献 全然的不是 无我的奉献 愿诸佛菩萨欢喜 为什么欢喜 因为我要按照诸佛的教诲 一教奉行的去利益众生 对不对 去行波罗蜜 不舍弃众生 让诸佛欢喜 所以花就代表慈悲 诸佛都代表智慧 我要修行这个 不思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的这种实际的行为 由事的供养 而达到理的供养 我知道 这样做是为了这个 相是一种恭敬 一种道德 一种戒律 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共襄 透过外文内 那我想任何的一个佛法 一定要达到你心灵进化的效果 提升心灵力量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要持重 为什么要解释这个 这个重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意思 然后把你的心态调整在这个状态 不空谋尼供养 诸佛菩萨欢喜 我每一个佛知道 我们发菩提心慈悲 很欢喜 然后呢 这个供养目的是要让众生离苦 像佛一样的欢喜 地狱都变净土 所以就会念 而且就念说 鬼敲钟打鼓 就这样很快乐 因为让众生充满法喜 超度留到众生 那你念咒就是总集 刚刚所有食供养 以及在思想的这种建构 我知道我要怎么做 所以我念这个咒 当你在念 欧玛尼变美奉的时候 那我要实践诸佛 大悲总集 普度留到众生 愿所有众生都发起菩提心 各个如观音菩萨一样的 能够去利益众生 成就佛道 欧玛尼变美奉 保持这样的心态 语言行为 这样在念诵 那我想各位 每次你要念诵什么 因为佛教里面没有说 地上经是显教 那咒是密称 就会显跟密是在你的心态 你是要用什么心态 密讲的就是 我承担佛当下的这种责任 显示我要显示 菩萨的这种出发心的悲心 我这个两个我都要抓住 因跟果合一 所以慈悲为因 成佛为果 不能断一边 我说 哎呀 我是修汉传佛教 我慈悲就好 我不可能成佛 不能这样 我是修藏传佛教 我现在是佛慢 但是却没有悲心 没有慈悲的行为实践 直接跳到空性 跳到三昧叶 但是布施持戒都不做 这样 这个就不符合佛法 所以我想 是一把抓起 不管你是修什么佛教 不能够离开孝顺父母 这种人天福报的修行 不能够离开解脱的心 不能够离开慈悲的心 才能够讲 不能够离开菩提心 所以我想 那当然咒 它就当然 让你有这个 合在一起的 保持这个心态 简单的说 念咒就是 不是你在念 当你念 欧马尼伯美奉 请问谁在念 观音菩萨的声音 不是你的声音 你不能说 我的声音在念 你现在念 欧马尼伯美奉 这个声音 当下就是观音菩萨 透过你的喉咙 直接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你要 申请这样 所以当下 我的心变观音 声音变观音 外表变观音 所以我在念 欧马尼伯美奉 眼睛变观音 牵手 手变观音 在利益众生 所以你念大悲咒 当下你就变成 牵手观音的 眼睛 眼耳鼻车生意 去利益众生 但是首先你要 净化自己 观自在 照见 五蕴皆空 空中无眼耳鼻车生意 你要能够自在 但是眼睛没有执着 眼睛变观音菩萨 变诸佛菩萨的眼睛 那这样去 利益众生 那我想 修行 故意要抓到 所有大乘经典 所谓的三昧 他可能会写的 一点点 这个三昧是 每一点你都要做到 不然你达不到 这个念佛三昧 这个修行的次第 全部都要抓到 就这样 一个人成为总经理 因为他做过小弟 业务员 然后主任经理 然后投资 变成一个总经理 这些他全部都包含住了 他才可以达到那一点 那所以我们就 必须要利用日常生活 不断的累积这个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不要再浪费时间 聊天 看电视 做那些 跟解脱 跟成活 没有关系的事情 反正竹林市很大 搬来这边住 因为你来 我们开箱法师 就会很精进 为什么 越多人越发心 有对象 如果我今天一个人 坐在那边讲 没人听 那我多可怜 就要靠着对方 离开对方 自己激不了 自己的情绪 所以要面对 所以我很喜欢 像我在生命协会 住在二楼 我每次都跑到窗户 有没有人冒烟 赶快给我拿饼干下去 因为我在负责 在上面一直念 笔手画脚 拉拔手 拉拔手 因为我随时要 至少半个钟头 我就要去看一次 因为他要保持在那个状态 那我们就保持 一直在为他思维佛法 谈论佛法 这个法的布施给他 财师 法师 那各位 保持 所以我很喜欢 点着灯 因为他是在那个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 这个灯 离开空气 离开水 离开什么 它都不能存在 所以万法的存在 能够成就这个悲心 那是因为 种种因缘的存在 所以将来 竹林寺是一个大福田 因为这么多人 出前出 里一专一瓦 全部盖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专一瓦 都很干 谢谢大家 但是各位 前出完了还不够 人顺便来吧 干脆生一个儿子 孙子可以带来 因为这边有儿童班 从小训练 发菩提心 人家叫善台 童子 龙女成佛 等你年纪大来 很难教 要打了 习性太强了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注意 修行不能有傲慢 傲慢就是 用我的想法 来套佛法 我说了对 那你进步不了 修行是 想服自己 要多拜佛 多听别人的意见 来调整自己 所以以佛经为标准 以善知识的 依教奉行为标准 去调整自己的身口意 这不太容易的 就像我出家 衣服要穿好 拉好 怎么样 每天都在讲这个 走路 走去再走回来 走路看 会发痘了 我们修行人 你只要带着练柱 不分在家出家 走路就是这么 文雅 庄严 稳重 各位试试看 试试看 你的行为 是来自你的个性 你的个性里面 有这些负面 你走路就是那个样子 连你写字也歪一边 所以以前修行 老实上叫我们写字 你可以修吗 写字有关系 写字那么丑怎么修 这个写字是累积来的 等你写字写漂亮一点再来 这样我不来了 换个四秒 所以写字 讲话 唱歌 穿衣服 这个就是修行 你煮饭那么难吃 你修行 那你要去研究 所以我认为 碰到善知识 是我们的福报 我师父说 海涛 今天你整理的笔记 整理一张给师父 我都弄到天亮 师父开什么玩笑 他写的不漂亮 还骂到天亮 还写的很公正 端节 然后我 我写完又交给我师父 师父就带我去图书馆 挖 一挖出来 挖整本 以前运顺导师还在的时候 这印海长老 这所有的法师 做他弟子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手经操本 听演讲 一字不漏的都放在图书馆 而且写的密密麻麻 没有一个字不漂亮的 后面导师还签名 因为你听完一场演讲 全部要把稿全部都要写好 还要签名 这个是严格的 所以不能有 像我们法政老法师 每次在抄法 他都准备准备好了 一个字错 就重新慢慢剪 然后再个洞谱上去 然后再重新描 那你看不出来那个字 所以你没有这么维系 那就不容易 所以我这样讲的是 社会科技越进步 人的心越朝外就越散乱 各位要拉回来 开始抄心经 开始念经 然后持咒不是光背 而是一种观修 你要观修那个咒里的 所代表的意义 以及对众生的利益 要把它观修出来 所以为什么每一尊佛像 有手印有颜色 那你要从这里面去思维 它的道理 所以特别大秤的禅修 它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这样想得很清楚 当然很容易是去正念 就像刚才死供养 有时候各位你很专心 你观 有时候你又忘了 但是你要看你自己要不要 你要不要努力 你愿意努力 你就故意要拉回来 故意要拉回来 很好 那到后来很专注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严嘉贤 大部分的COVID-19感染者 症状轻微 心血染后可自行康复 为了将医疗资源 留给重症患者 若您经检验为确诊个案 请您先留在家中 不要离开 等候更为人员通知 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试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 接受或公用问语 请配戴口罩 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吸收后的 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碰的物体表面 若出现发烧症状 可使用退烧药 缓解不适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立即联系119 卫生局或1922 医指示就医 终于实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也请记得电话联系您的密切接触者 请他们自我隔离并健康监测 指挥中心关心您 生命里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苦 这是对于苦的感受 这是对于苦的感受 跟生死的感受 决定了我想出家 这样一条路 话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居住的环境 每天都看到了许许多多生死的事情 这对小孩而言 我可以做很多很优秀的事情 功课也挺好 上班也是顺利的 但是没有什么答案可以告诉我 如何摆脱最苦的感受 以及如何解决生死的问题 打从我会写字开始 我就写着我要出家去 这应该是素氏 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决定吧 离开了家乡 在外地求学 又到台北去上班 这一路走来 似乎是颇顺遂的 但是依然 没有办法解决我 内心真正的迷惑 后来 我阅读了高兴大德传 在这所有大德的传记里 浮现出我过去生过去世 许许多多的心急 我知道 我要回家 我知道 世间不管赚再多的钱 再多的欢乐 那都不是我要的 但是 我找不到 我要落法的地点 走过大道场 甚至于 到海外去 我在找着 哪个地方 是我可以落法的地方 或许是太浮华 或许是太多太多的躁动 或许是太热闹 或许是太华丽 我不逸致是太热闹 我向世尊 请问 何处 可以让我 黯然的 黯然的落法 在一整个行程里 我到了一个小地方 小小的寺 在那里 我看到 我梦中的 师父 他拿了剃刀 剃下 我最后的一把法 就这样 我回家了 生命里 太多太多的故事 曾经发生 也曾经逝去 游记 我在工作的时候 出差 到埃及的尼洛河畔 在饭店里 我进入了迷流 我知道 就这么一口气 当它结束的时候 明日 家人会收到一通电话 然后 来领回 冰冷的省区 在结束生命的刹那 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 无非 就是混乱 我相信 这一切 都不是我 而且不真实 如果就此死去 那就这样吧 如果生命 可以觉醒 而且可以帮助别人 那么 就让我做 可以帮助众生的一个工具吧 就这样 我又回扬了 回扬之后 没有第二个步伐 我知道 我要出离 出家去 曾经的那一次 够了 我知道 生命的方向 在哪里 在生命的世界 每天都会发生 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事情 在英国里面 谁都逃不开 有不一样的记忆 如果要恐慌 那是恐慌不完的 我们可以发现自己 稳定的内在 也可以透过 许多的方法 去安住自己 找到自己 生命真正 稳定的力量 那个不是外来的 看着世界疫情 车祸 人我是非 斗争 所有一切的发生 只要我们回到自己 去看明白 这一切的事项的背后 自己懂了什么 唯一可以把握的 是这些 是现象 而道理 它 并不如 所认知的 如此一般 再多的话 都无非 是要告诉我们 安住自己的决心 这是佛陀 所说宇宙人生 真理最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修行人 找到了的方法 何不来参与 这样的学习呢 世界 不会因为我们改变多少 但我们自己的生命 却可以因为自己的一面 而有所不同 生死生死的现象 已经重复不知道几回 而真正的觉悟 就只有一刹那 就这样 如果可以回到这个点 所有的一切 都将不再是灾难的 包括 并不并不并不ạnh 二 四 二 二 感谢观看